我的座右铭是 运筹于帷幄之中 决筹于千里之外 在节目最后 是不是问一下董事长 您的人生座右铭是 我人生座右铭 其实我想 我在工作上面 我都希望这个运筹帷幄 运筹帷幄 那最后决筹是千里之外 所以我的个性大概是说 我不适合做太多地区的行业 我从当初选择国际贸易 到现在发展成国际企业 我想如何把台湾的优势 台湾的好处带到海外 所以决筹于千里之外 这个是我个人的座右铭 当然其他还是有很多 譬如说我另外一个 我在讲说 其实天道酬勤 对我来讲鼓励很大 怎么说 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所以你要透过不断的学习 与时俱进 你才有办法解决眼前的问题 眼前的问题 我们看到的是问题 还是看到的是现象 我们看到很多是现象 但是它是别的问题 造成这个现象 所以你要解决 不是解决现象 而是解决问题 所以这一个部分 我想不是我们与生俱有的 但是我们一定是透过学习 那学习最好的部分是在学校 我个人认为这样 但是有 但是我还是很多同事 到了学校 他认为没有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